狂飙结束了,明朝版的狂飙来了,显微镜下的大名,数学天才,屡破其案,看,徐忠也在,这是由庆育年二元班人马打造的,有人说了,你来宣传电声剧来了,飞爷,我是来宣传马伯雍来了,这个原著是马伯雍写的,聊三国的怎么能跳过马伯雍呢? 许多人问我怎么看马伯雍,我今天回答一下,我是马伯雍的小迷地,我大赞分歧隆西,在我看来,大部分三国剧都是按三国演义设计的,最像三国正史的剧只有两个,一个是军事联盟,另一个就是马伯雍的分歧隆西,有人说了,里面大量的虚构内容怎么会符合历史呢? 这样,军事联盟的结构是以司马懿、陈群为首的士大夫,与曹家宗士的斗争,就是与曹红、曹真、曹修、夏无上、曹爽的斗争,分歧隆西的结构是以诸葛亮、杨仪为首的金州派,与李延为首的东州派的斗争,这种写法是非常符合三国正史的,有人说了,这靠谱吗?真的假的,马伯雍是小说家,又不是史学大家,他写的对吗? 分歧隆西里的结构与史学大家田于庆先生分析蜀汉内部矛盾非常一致,这种阵营对抗关系是由史学家的观点作为背书的,不是胡乱写的 尤其是分歧隆西里面塑造的诸葛亮和鄂斗,是我看来最像历史上的鄂斗和诸葛亮的 那丞相像丞相,皇帝像皇帝,之前的作品里都是丞相不像丞相,皇帝不像皇帝 马伯雍先生是非常注重细节的,无论是在分歧隆西还是显微静下的大名 对细节的把握都非常讲究,你看这个名字,显微静下的多细节 有人说了,那有没有显微静下的三国呢?对细节把控到位的 像分歧隆西一样把谋略展示到位的,当然有了 那就是国分策略手游,名将之意 说细节国分水墨划分,人物场景细节都非常考究 我之前说过一期,小人书风格,滑流才是最顶的 说策略,看着像是普通的九宫阁 其实是全新的原创的策略玩法 可以说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棋 冰冻搭配布局,极其讲究 显微静下的三国,名将之意 点击左下角,快去体验吧 我们可以说明下来,正在弄好 看下来,我们会再继续放鱼 一个,我们会再继续放鱼 说明下来,我们会再继续放鱼